哈喽大家好 我是奶妹小子 本期是百人凡的第15期 自闭城躲猫猫 规则很简单 由1号队伍的4名玩家为持枪者 其23名玩家为逃跑者 整局游戏不能离开地图的红圈区域 只刷新鲜蛋枪和医疗用品 视频看了之前大家可以先猜测一下 最后是哪一方获得胜利 毕竟自闭城能躲的地方还真没多少 为了平衡 这把我还把脚步提示给关了 说起来这三倍线弹枪 确实会比十字弩的刷新率高 持枪者一落地看到的满地都是枪 可以 赛场的首杀已经拿下 这个时候还有人干落地 没多久三名持枪者开始选择抱团手了 等等 这里好像发现什么了 5号队的玩家居然正面和持枪者火拼 兄弟 你这是一打三啊 不过这两个逃跑者倒也是忍得住 趴在这里临危不乱啊 诶 诶 大哥 你不觉得脚下个的花吗 这么明显的一餐店你都没看到吗 呃 不会是挂机了吧 也没有啊 是真没看到吗 好吧 好像是真没看到 再看看其他的逃跑者 可以的 大厂顶部有四名玩家藏在上面 然后圈边的绿恐龙也怕得很隐蔽 而这一边 两人不会要遇上了吧 好险好险 就差一强之格 很快 场上就只剩11人6个队伍 其中有4人是持枪者 而持枪者正在清理伏地的逃跑者 这里有个伏地魔被发现了 可怜 这个3号队伍的玩家 一整局我都很佩服他 不找地方呆着 专门听音变味逃跑 而且还跑到了最后 眼看已经缩圈了 只要独圈盖过自闭城 就算逃跑者胜利 时间越窘破 4名持枪者就越紧张 最后不知道是放弃了 还是随怂恿一起进圈 离开自闭城后 逃跑者便获得了本局胜利 好啦 我是男兵小兵子 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 小兵子牛P